今天的追踪第一线要来看看美中两国的竞争 那么大陆最近频频把手伸向了欧洲 特别是有意在英国伦端兴建 全欧洲最大的中国大使馆 不过这个计划前年已经被当地政府否决了 现在大陆又重新提交超级大使馆的规划申请 前英国的保守党党魁史密斯就说了 只是大陆有意思在测试工党新政府 时间交给记者明珍 每日电讯报报道 中国大陆在英国大选后几个礼拜 是重新提交备受争议的 中国驻英国超级大使馆规划申请 那么文件显示 中国大使馆的代表他认为 示意会在2022年12月拒绝方案是毫无依据 并且没有规划政策的基础 那么是促请英国的官员重新考虑申请 那么中国大陆重新提交的方案 与两年前被拒绝的方案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做出任何的变更 对于中国大陆超级大使馆的方案被否决 两年后突然又再次被提上议程 那么以对华强硬著称的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 他认为时机绝对不是巧合 那么他认为中国大陆现在正在测试工党 看看是不是能说服工党的政府给他们一个北京想要的大使馆 那么他同时也判断 英国示意会应该会再次拒绝中方的方案 并指出如果中国大陆他想要设立新的大使馆 就要应该远离城市还有闹区 就像美国还有其他国家一样 那么中国大陆事实上他是在2018年的时候 买下有200年历史位处伦敦地标建筑伦敦塔旁的前英国皇家铸壁厂 并且是计划把现在位于伦敦西区的大使馆迁往到这个地点 不过因为新选址他的地方是位置于伦敦的黄金地段 也是全英国穆斯林人口比例最高的社区之一 那么在计划公布的初期 就已经是遭到再因维吾尔族港人以及人权关注者的反对 还要请教敏征 在大陆的网路上有几个话题 包含了像是夺牌的运动员 这一回结束了这个巴黎奥运之后 名气又更高涨了 但是大陆语酬女子选手何冰娇饱受网友批评 现在宣布退役 另外一名也就是金牌的游泳选手潘展乐 突然解散微博的粉丝群到底怎么回事 再请教你 世界羽毛球联盟1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宣布 中国大陆羽毛球选手何冰娇是已经提交了退役的申请 将不再参加国际级别的赛事 但他还是会参加中国大陆其他的羽毛球比赛 世界羽连他还同时提到 何冰娇他从2014年青年奥运夺得金牌以后 在这次的2024巴黎奥运又拿下了银牌 那么是祝福他未来在人生新的篇章中也会获得快乐 讯息不光以后也是迅速成为了议论的焦点 何冰娇在夺得巴黎奥运的银牌以后 他的世界排名还位居世界第七的 但在世界羽连13号更新最新一轮的世界排名当中 是已经看不到何冰娇的名字 那么在大陆不少球迷对他的选择是表示尊重 并且是给予他祝福 不过也有部分的网友认为何冰娇他在巴黎奥运 女单八强赛的时候是打败了上届的金牌 也同样是中国队的队友陈宇飞 是让中国队失去女单金牌的战犯 那么何冰娇他在拿下银牌的时候 就遭受了部分网友的严厉批评 有人认为这恐怕是导致27岁的何冰娇 提前退役的关键因素 那么同样是大陆体坛焦点人物 在本届巴黎奥运获得两面金牌的游泳队成员 潘展乐他是一夜成名的 回到大陆以后他也是成为众多粉丝的追捧目标 不过新早日报就报道了 潘展乐他疑似是响应了北京官方的号召 严厉打击涉及体育领域的狂热粉丝现象 所以潘展乐他是无预警的解散 他在微博唯一的粉丝群 那么潘展乐他日前在接受大陆央视专访的时候 就有提到他其实是厌烦粉丝的狂热行为的 又说他们在自己插的时候不来找 现在有了成绩才过来 是让他感到非常不舒服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